今一日,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事情,轰动整个娱乐圈。 这几年,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消息已已举不断,如今传言变真,令人替他们非常惋惜。 众所周知,杨幂和刘凯威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,婚后杨幂还为刘凯威生了一位可爱的女儿,但是因为种种原因,两人长达四年的婚姻就此结束。 至于杨幂和刘凯威两人离婚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被传得最多的,就是刘凯威深夜看剧本事件是两人离婚的打火线。 2016年,刘凯威深夜到网友房间看剧本仪式,闹得背费洋洋。 当时,杨幂也出来辟谣相信刘凯威,事件的当事人网友也表示,自己从没有插足过任何人的婚姻,但是这件事情却一直被网友拿来热议。 如今,杨幂和刘凯威离婚,看剧本事件再次被推到封口浪尖上。 近日,有网友爆料刘凯威离婚和先生米兰街头,陪王欧学婚纱买戒指。 前脚刚离婚,后脚就陪别的女人学婚纱。 可限度并不高。 众所周知,刘凯威和王欧之前有过一段绯闻,如今刘凯威刚离婚,就爆出这样的消息,无疑是在蹭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热度。 事情被爆出后,王欧本事很快就被剔调了。 据了解,王欧目前正在巴厘岛工作,在圣诞节当天王欧还特意录制了视频为粉丝送赞祝福, 由此可以看出,在杨幂和刘凯威被爆离婚的这段时间,王欧一直在巴厘岛,根本没有去过米兰。 而另一边的刘凯威,更是没有出现在米兰,一直在香港陪伴女儿。 禁运,离婚后,刘凯威首次现身,也说明了刘凯威禁运没有去过米兰。 前几日,有媒体爆料刘凯威独身艺人现身商场买东西,深情落寞,还没有走出离婚的阴影中。 自从刘凯威身边看剧本仪式过后,王欧就一直饱受争议,被万千网友谩骂。 她早就否认过和刘凯威的关系,两人只是同事拍戏而已,拍白剧就连戏少了。 以前无论外界,怎么造谣王欧都是选择不回应,但这两年忍受了那么多的网络暴力,现在王蜜离婚王欧又被无辜牵连其中,她也忍不了了,十名投诉王有侵犯名誉权。 姚蜜和刘凯威两人也是和平离婚,当时刘凯威的父亲,也承认两人是和平分手,并没有第三者的插入这一说法。 今天嘉勤传媒也针对网络上的谣言发生表示,不希望你们两人私事占有媒体公共资源。 再次强调,姚蜜和刘凯威是嫌疑分开,希望大家不要再打扫他们,尊重他们的选择。 让请不吝点赞识订搜尾